大家好,又是我們 GameplayHK 今次我們就是想為大家測試一下網上流傳EB進化的控制方法 真的有很多網友試過是可以的 但是不知為何有些網友說試過是不行,還在罵騙人 我們GameplayHK一向拍片都很認真,所以我們今次特意儲齊三隻可以進化的EB為大家測試 不是只是玩的,希望大家給點支持我們,讚好和分享我們的影片 由我訓練完Elly為大家試第一隻 其實方法很簡單,只需要把EB的名字改成他們在卡通訓練員的名字就可以 我先測試水伊貝 我選了一些EB,因為我們計算過這隻EB的成長率比較高 我會升這隻,改名就是R-A-I-N-E-R 先改完它 之後我為穩定起見,我會試一試機再開 我這隻R-A-I-N-E-R 需要25個EB的Candy 成功了 水伊貝搞定了 當然我們試了一隻,不可以說整個方法是100%可以 我們試另外兩隻 讓大家看看這隻水伊貝的資料 之後也是我訓練完Elly升這個EB 我就是將它成為火伊貝 我會選這隻,這隻的CP不是太高 但其實經過精密計算之後 其實這隻 它的基本數值其實是很厲害的 你不要看它這麼低 我們怎樣計算呢 我們遲些會有條影片教大家 首先又要改它的名字 又是它本身卡通片裡面 訓練員的名字 這個訓練員其實是三兄弟 P-Y-R-O 就是這樣 來了我們 又將這隻EB稱為火伊貝 我認識遊戲再開 又要給25個Candy 可以嗎 火伊貝又出現了 成功了兩次 不過我們還未完 因為我們一定要三隻都要成功了才可以收手 讓大家看看屬性和數值 之後就交給阿俊 幫忙 那我就試試進化做雷伊貝 雷伊貝就是這個名字 接著就是進化 究竟是不是真的會成功呢 很緊張 成功 好,我們這麼辛苦 儲了這麼多隻EB,終於 成功測試了這個方法 應該是100%可以 當中有一點地方要注意就是 就是擔心我們的資料未上升到商法上 可能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所以最好改完名字 就設定遊戲再開過它 另外改名字 一定不要搜查打錯字 第二就是 頭一個節目要大街 我們沒有試是不是 世間不行 我們都不夠膽試 但是大家就不要搏 最好大街 對,我們上網站檢查過 我這隻水伊貝的數值都很高 所以說最初選一隻精靈很重要 如何升 之後這隻火伊貝都不差 究竟我們知道這隻野獎的基本數值是厲害 我們就會在另外一條影片教大家 有興趣也可以去我們的討論區 就會有詳盡攻略教大家 今次就是這樣,希望大家喜歡 給我們支持 我們會繼續努力做更多測試 下次見,謝謝,拜拜